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这个视频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早秋的穿搭 然后对于今天分享的每一件单品呢 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一一多穿 就如何用这些衣服搭配一些就风格不太一样的单品 然后来穿出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格和效果 首先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单品呢 是身上的这一个黑色的连体裤 这件连体裤呢它是那种衬衣材质的 它整个材质都是比较挺阔的 所以这件衣服它其实穿在身上是比较有形的 它这个面料的支出很高 所以它手感是很细腻的 身上这件它设计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它是这种不对称设计的 这一片做了一个褶皱 然后是可以扣到这里边的 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真的是完全不挑身材 就是它袖口这边做的很大 还有包括它的脚口 就是把该胖的地方 比如说手臂跟还有大腿跟的地方都遮得很好 其实这条连体裤它从正面看挺像一个裙子的 然后它下摆也是稍微有一点A字的 非常的显腿细 它领口这边是这个衬衣领嘛 也是这样微张开有一个V领 然后你可以带一些这种细细的锁骨链 总之就是把该胖的地方都遮住了 然后该瘦的地方都露出来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它其实是可以style up 又可以style down的一个单品 用它做的第一个搭配呢 是搭配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细带的高跟鞋 身上这件连体裤它线条是比较干净比较利落的 搭配一些这种稍微有点女人味的单品 也是比较平衡的 我觉得如果搭配这种高跟鞋的话 就可能比较通勤 就比较有那种都市利人的感觉 我用它做的第二个搭配呢 就是比较休闲 然后有一点男孩风的那种感觉 后面搭了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针织的开衫 之前有很多人问这件针织开衫 其实这件针织开衫是我男朋友妈妈的 应该挺多地方能够找到同款的 我觉得今年大概秋冬都可以尝试 就是在这种衬衫外面搭一个这样的针织开衫 感觉很休闲 然后又挺有型的 就是能够增加一些造型感 这样搭配就会有一种那种美式休闲 然后有一点学院风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套的话我就是顺应了这个风格 搭配了一双牛筋鞋 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件蓝衬衣 这件蓝衬衣它整个就是一个比较宽松 比较阔型的一个版型 然后它袖壳和下摆都是那种比较宽松型的 这件蓝衬衣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侧面领口这里 就这面是一排这种大扣子 它领口其实是由两种穿法 第一种是这样立起来 第一种呢是这种立领的穿法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放下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我觉得立领会比较酷一点 但是翻下来的话就脖子线条看上去会更修长一点 我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性冷淡风 或者比较宽松比较阔型的单品 大家在穿的时候就一定要就穿出一点点比较凌乱的感觉 就比如说袖口这边就一定要玩起来 或者就是这样卷起来 就总之要穿出一种比较随意的感觉 这件衬衣它也是本身设计是非常简约的 然后有一些小的设计点 这一类型的单品其实在搭配上都是非常百搭的 我用它搭配的第一套呢 是搭配了一个这种工装风的一个短裙 它侧面是有两个很立体的工装风的口袋 这种有一点工装风元素的这种半裙 也是今年秋冬非常流行的一个单品 这种单品它自己本身的感觉是比较酷一点的 所以它搭配这种比较性冷淡风 或者比较简约风的单品 就会有一种平衡感 我最近在穿搭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平衡感 就是娘娘平衡 就是甜美一点的单品 一定要搭配酷一点的单品 或者比较正式比较简约的单品 就可以搭配一些比较运动比较休闲的单品 然后这一套穿搭呢 我搭配了马丁靴 这一套穿搭也是我自己这次就非常喜欢的一个穿搭 这一套因为搭配了工装风半裙和马丁靴嘛 它在这种简约的感觉里就加入了一点街头的元素 我觉得是比较休闲的一个风格 它下面呢我还用这一套呢 搭配了一个就是黑色的一个阔腿长裤 我自己其实经常会这么穿 就是用衬衣配阔腿阔 这一套的话相对来说就更加简约 就更加适合通勤上班 哈哈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口红有点好看 之前一直断货的Mac的那个炫亚色 我其实很少涂这么红的口红的 但是觉得这个还挺好看 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连衣裙 这条连衣裙呢是全身都是这种褶皱的元素 它袖口是这样有点泡泡袖 我觉得它上身的话收腰效果很好 但是由于它肩膀还有后背这里就全是那种褶皱感 这种褶皱感本来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放大效果 可能就不太适合胸比较大 或者手背肩膀肉比较多的女生 这件连衣裙它是全棉的材质 然后它是那种稍微比较厚实一点的棉 因为它是全棉的嘛 平时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容易皱 我觉得这个藏青色真的是非常的显白 然后又非常文艺复古 就很容易穿出那种非常气质温柔的感觉 所以这条裙子我这次就用它和棕色系的包 和棕色系的鞋搭配在一起 就整体是比较温柔气质的一个路线 这个连衣裙呢还有一个是这个牛油果色 这个颜色就是从夏天一直火到了秋天 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显白 搭配了一个裸色的一个高跟鞋 然后配了一个棕色的马鞍包 比较文艺感的一个搭配 还有一个这个有点米白色的一个杏色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显面料皱 然后这件浅色搭配的那个感觉 是我自己最近就最喜欢的一个穿搭的风格 就是又甜又酷的那种感觉 然后像这件单品呢 可能跟我之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但是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 sporty的那种风格 我最近就特别喜欢看周宇彭它的私服穿搭 看上去就非常休闲又很有态度 这件上衣它是整体是有一点点运动风 但是它设计又比较日常 然后是比较偏休闲感觉的一个上衣 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挺想尝试 这种有一点运动风的外套的 但是那种太运动的那种外套就跟我本人 还有跟我衣柜里的所有衣服实在是不搭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它就是把休闲和日常 还有运动结合的很好的一个上衣 是比较容易搭配 里面最好就是搭一个T恤 让它就稍微有点层次感 最好再带一些项链啊 带一些饰品 就是把它的运动感给稍微弱化一点点 第一个搭配呢 也是搭配的短裙 这件上衣它也是那种宽松型的 下半也很大 下半身就比较适合搭配 线条稍微比较收紧的一些单品 这种A字短裙啊 或者一些紧身裤 刚刚那个工装风短裙的一个军绿色 这一套我就没有再搭配马丁靴了 如果再搭配马丁靴的话 会让人觉得就是三件单品都是同一个感觉 所以这一套的话我就搭配了一个牛津鞋 我觉得这种宽松的这种运动风上衣 除了你可以平时日常穿 其实你把它穿出去健身 就里面穿一些健身服 外面穿这个 下面穿legging 我觉得也很合适 然后也很容易穿出一种比较轻松的时髦感 而这件上衣呢就还有一个米白色 米白色的这个外套 我这次就用它搭配了一个 比较同色系的卡其色的一个短裤 然后下面呢也是搭配的牛津鞋 因为上半身的单品是比较偏运动风的 所以我在鞋子的选择上 可能就会选择一些 就其他风格的单品 就可能比较英伦风的这种牛津鞋 这样来平衡一下整套搭配的这种感觉 下面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三款风衣外套 第一个呢是这个短款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外套 就我这段时间都迷之喜欢黑色 哎呦我领子都没翻好 这件风衣它那个阔形感特别大牌 然后它的下摆真的超级宽松 所以你这样敞开穿的话 它其实下摆是很宽大的 如果你把这个腰带系起来的话 它的下摆就会有这种非常好看的波浪型 显得非常修身 就特别适合小个子的女生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版型很大牌 所以其实高个子的女生也可以穿 它袖口这里也是可以调节的 你可以稍微把它收紧一点点 这件风衣外套它从它的面料到它的做工到质感 真的都就非常棒 而且它这个设计就非常简单又很耐看 它的面料真的非常有质感 很挺阔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真的不容易皱 而且这件衣服的细节真的做得很好 很多衣服它的做工好不好 其实是要看它衣服内部 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但我里面穿了一件很邋遢的T恤 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口袋 还有它里面的接缝 就它里面的任何接缝 还有这个袖口这里 它全部是采用的这种叫来去缝的工艺 就是它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毛边的 大家以后就逛街的话 可以注意看看衣服内部的一些细节 工艺的方面判断一下 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 领口可以像刚刚那样敞开 也可以这样全部系起来 我觉得这样全部系起来很好看 它会有一点那种娃娃领的感觉 第一个搭配是搭配了一个紧身的长裤 配了一双宽威的那个帆布鞋 因为它上半身比较宽松 然后这里又比较收腰 然后它下摆会有一点蓬蓬的 所以配一条紧身的裤子的话 会显得整个人比例很好 比较偏休闲的一个搭配 然后我还用这个短风衣外套 搭配了一条摆折裙 就想要加入一点甜美风的元素 但是又不想太甜美了 所以我也搭配了一个比较酷的马丁靴 这套的风格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那种甜酷的那种风格 下面我身上这件藏青色的风衣呢 是刚刚那个黑色短风衣的 一个同款的一个长款 它们就是上半身的设计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一件它的下摆就没有那么宽松 它会稍微更修身一点 这一件的话 就是面料也是跟刚刚那件一样的 就整个都是那种 就很挺阔 自然就有阔形的那种感觉 就是看上去就非常有高级感 特别喜欢它这个领口 所以我觉得它系起来穿就更好看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这个皮带的这一些细节 皮带的这个扣也是全皮的 用它做的第一个搭配 就是一个比较清爽干净的 一个学院风的感觉 用它搭配了一个白色的直筒牛仔裤 然后搭配了一双帆布鞋 它这样系起来穿的话也非常的修身 它的长度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小个子 我觉得这两款风衣 它就是整体的线条都是非常利落干净的 所以这种类型的风衣 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百搭的 你里面可以搭配一些 非常简单基础的单品 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较 稍微比较花里胡哨 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些单品 也不会特别的违和 第二个搭配就是一个敞开穿的一个搭配 搭配了个白色的背心 然后配刚刚的那个 均绿色的那个工装风短裙 下面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卡其色的一个风衣外套 穿上之后就会让人自带一种 文艺清新感 它那是一个例领的设计 它是没有纽扣的 它就是一个继带式的一个风衣 这件风衣其实它面料比较薄 然后也是单层的就是一个博款的 一个风衣外套 它的面料是含59%的天丝的 很轻薄垂坠感很强 也很细腻 这件风衣它上身效果真的非常显瘦 我自己是觉得这件风衣 这样系上穿是最好看的 就非常浑然一体的感觉 这件风衣呢 我这次也是用它做了两个搭配 第一个搭配也是就比较休闲 又稍微有点男孩风 又有点文艺感的 就是用它搭配了一个烟管裤 然后搭配了一个帆布鞋 很随意很日常化的一个搭配 这件风衣的这个长度 其实里面搭配一些中长裙 也是很合适的 搭配了一条摆折曲 一个铜色系 一个焦糖色的靴子 这一套的整体配色 就非常秋天 就非常文艺 特别有设计感的这种风衣外套 其实它的摆搭程度 就肯定没有这种经典款的 这种风衣外套要强 因为这件风衣 它身上设计点比较多 我觉得它在搭配的时候 就比较适合 跟一些比较基础款的单品搭在一起 就比如说我这次跟它搭配的摆折裙 或者烟管裤 就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基础的单品 如果你用它搭配一些比较复杂的单品 就会让人感觉全身重点太多 那最后我又换上了这件连体衣服 黑色的话比较容易反光 介绍一条半裙 这条半裙的话也是那种 就是我一贯的风格 就简约中又带着一些设计点 一个高腰的一个中长裙 它的侧面呢 是拼了一点点这种摆折裙的裙摆 之前在微博上po了图片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才 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优雅的风情 我觉得好贴切 它这个腰带呢 也非常能够强调你的腰线 这条黑色裙子呢 我这次就用它做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搭配 搭配了一个黑色的衬衫 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身黑 衬衫搭中长裙的这种组合 就是非常适合通勤的一个组合 我在搭配的时候 想稍微弱化一点这种 通勤风的感觉 就搭配了一双帆布鞋 上面这条卡其色 它的这个拼接呢 是一个同色系的拼接 就都是这种非常温柔的卡其色系 这条裙子 我就是做了一个浅色系的搭配 搭配了一个白色的 宽松感的一个上衣 然后搭配了一双 也是比较文艺风的一个绑带牛巾鞋 就比较文艺温柔气质的那个路线 终于讲完了这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就一共有8个单品 9个单品 一共有8个单品 然后一共搭配了16套look 虽然就是每一件单品 我都想尽量就搭配就是两个感觉也给大家看 毕竟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的穿搭风格 就也比较固定 有时候两套穿搭的风格也比较接近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一一多穿的灵感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